-快拿起手機,掃描QR Code,下載全新飛碟APP,接收地球大速視。 -這個爽爽的哨聲啊,我們剛剛在講吃講的這個笑的合不龍嘴,大家知道那這個人一定就是從南台灣熱情的南台灣,來到我們現場的星星王子,歡迎。 -大家好,我是星星王子。 -我們聊得太開心,聊到我麥克風都忘了把它弄起來。 -今天這個放暑假了,放暑假了,我們剛剛在聊那個花冬旅遊嘛。 -太棒了。 -講到那個台東旅遊就覺得如果住高雄多好,高雄往台東去多近。 -沒有,一樣遠。 -是嗎? -到台東比較近,可是到花蓮,花蓮的時候半天,因為你要說它就是圓州概念嘛。 -它就是一半從高雄如果往南投畫一條線到花蓮嘛。 -它就是一半下半圈跟上半圈概念啊。 -你今年暑假應該要走一走啊。 -你們家兩位公子都完成了人生重要的階段考試。 -對,還好。 -所以這個應該要規劃一下。 -先有什麼規劃嗎? -沒有啊,就是反正他們兩個人在家裡就混是堵死的感覺啊。 -這個暑假適不適合出遊啊。 -為什麼不能出去,可以出去啦。 -你知道我今天,其實我今天我每個禮拜五來,有些時候剛好去台大回診。 -那台大回診的時候,台大已經沒有去再花什麼刷什麼健保卡,確定你有沒有種什麼的。 -沒有,只是你要有那個預約單,你要去看診就可以進去了。 -就那個前面所有的反恩雜貨過程,全部都沒有了。 -就告訴你說,大家已經開始接受這件事情,在我們生活當中發生了。 -就這樣,做好安全防護,也還是很重要啦,還是很重要。 -好,那所以呢,我們今天當然就是要請這個王子來跟我們講一下,七月份的十二星座的運勢。 -是的,那在講十二星座的個別運勢之前,還是要先來看一下整個大環境對不對。 -七月份其實狀況是好的,是樂觀的。 -但是我要先提到,人生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是說, -他給你,譬如說老天爺要給你樂觀,他絕對不會直接讓你樂觀。 -他定給你一些事情讓你發生要樂觀。 -所以這個月一定有很多事情是讓你有谷底感。 -好像要塞到谷底了。 -譬如說,台股突然間哇,大跌。 -對不對,跌到那個神第五名了,跌幅那麼高,跌到第五名。 -哇,這次六月跌得很慘。 -好,一跌下去之後,可是七月份可能要反彈了。 -對不對。 -所以我要講的是說,我不知道差不多那個講古事的事情, -我只是講說這個事情告訴大家一個反彈概念。 -就是樂觀的目的一定是要透過悲觀才能產生。 -我極度樂觀沒有辦法看到悲觀的底, -其實萬一不小心樂觀消失了, -我可能從天上就掉下來了。 -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是保險機制的概念。 -那經過了這幾個月的狀況, -我們其實都明白整個狀況沒有我們想那麼糟之外。 -還有很多很多事情,其實在朝向更樂觀的態度去沉浸。 -那我覺得七月份整體來說,對於大環境運勢, -其實是提供樂觀觀點的。 -樂觀的。 -那所以又提醒,我就要講嘛, -就是有些時候就變成你碰到悲觀的狀況, -你不要悲觀。 -我提醒了,就是這個事情在提醒你, -它一定會更好。 -這個事情可能就到一個比較不好的狀態, -但是它一定會更好。 -你要用這個角度去思考的話, -你會發現七月份其實蠻好過的。 -當然因為到了七月底的時候會出現一個星象, -可是這七月呢不會有反應。 -但是木星要逆行。 -到八月份之後呢,這個反應才會變得比較明顯。 -那木星逆行就發生倒行逆施的情況。 -那就是很容易有一些位階很高的人, -或者是社會潛達人士, -要稍微注意到自己的道德行為。 -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, -不要發現。 -那是八月的事情, -我們八月份再來討論就好了。 -那目前很多胸心都在逆行。 -土星也在逆行。 -海王星也在逆行。 -民方星也在逆行。 -所以應該是好的啊。 -是好事。 -但是因為吉星木星也要逆行了。 -所以到了八月狀況會比較麻煩一點。 -的確八月的問題會比較多啦。 -但是七月份還OK。 -所以大家要去玩耍, -趕快七月份就可以觸動了。 -欸最近啊。 -可是最近有好多人在跟我說, -他就覺得很不順啊。 -什麼什麼的。 -然後就問說是什麼心在逆行啊。 -沒有沒有沒有, -其實我覺得不順的是一種大家的感覺。 -那如果你每天跟很順的人, -就是你不會跟你埋怨很不順的人在過生化, -你不會覺得他不順。 -其實我覺得反過來思考。 -當然大環境都是這樣的。 -大環境都是這樣的。 -那每一個人都受到同樣的影響。 -那只是每一個人抗壓或 -會面對問題的能力不同嘛。 -那我只是提供大家, -在面對這個事情跟處境來說。 -日日是好日, -年日是好年。 -好不好。 -這樣想就好了。 -OK。 -好,所以看起來七月份呢, -是還不錯的。 -還不錯的。 -那我們就來看看個別的星座。 -好的。 -首先呢,當然是要祝七月份的壽星巨蟹座的朋友生日快樂。 -那一開始就來先從巨蟹座開始講起囉。 -工作挺好的。 -但是我覺得上旬還是要稍微注意到, -因為工作的上旬很多要收尾的事情。 -趕快收尾。 -那你收尾之後呢, -你才有更新的事情可以去發展。 -更新的事情去運作。 -你不知道事情沒有完成, -然後突然間出現一些很棒的事情, -更值得你去進行的事情。 -你今天問你事情沒有完成。 -老闆會覺得說, -你那個完成再說吧。 -好,所以上旬, -趕快把你手頭上要完成的事情趕快完成掉。 -然後甚至於這段時間要注意的是, -你要把情緒通通通放到最後面去。 -因為這個月在工作的積極表現, -很容易被人家看到。 -那你一旦你積極的表現, -認真的去展現你實力的時候呢, -這個月的成績馬上就出來了。 -而且年度運勢對聚學出來說, -並不會悲觀。 -事實上是熱觀的。 -而且到下半年之後呢, -對於聚學出來說, -是整體在更往上跑的意思。 -所以能量會更強, -而且貴人會更多。 -很好。 -很好。 -所以在工作事業上看起來都很不錯。 -那在感情上呢? -感情上比較麻煩一點。 -感情這段時間爛桃花比較多。 -曖昧的感覺比較多。 -那如果你想要曖昧, -OK,這個時候剛剛好。 -但是爛桃花多一點, -你要小心點, -不要碰爛桃花。 -那就是說, -你如果你有情感關係, -其實這一段時間出來的一些肺癌怨輔啊, -不是輔。 -你就要小心一些。 -所以很多時候啊, -一些人情關係上面的狀況, -也要稍微留意一下。 -不然在這個時候幫人家, -做一些什麼人情關係上面的一些, -保障啊,保證啊,什麼的。 -以防萬一。 -OK。 -那這段時間, -就是情感關係很容易被一些不良的情感因素干擾。 -提醒一下就好了。 -好,這是巨蟹座。 -那我們來看看獅子座。 -好,獅座呢, -在生日前一個月, -要特別謹慎。 -因為事實說很想過生月。 -他不是過生日, -他過一整個月的生日。 -那過生日之前, -這個在自己生日之前啊, -很容易碰到一些, -狗屁刀刀的事情。 -那今年的年度運勢, -事實說他本來就比較衰。 -那本來比較衰的情況下呢, -在這一個月啊, -在七月份, -如果要有很多朋友幫你暖壽, -你就要注意啊, -不要那個, -把這個時間弄得太糟糕。 -或者說把這個過得太糜爛。 -這樣不可以。 -那但是在工作上來說的話呢, -這個月很多的事情是要記住, -你要做別人的貴人。 -事實說其實是很容易, -以為認為自己可以是別人的貴人。 -但是在幫助別人的同時, -你要去幫你, -把秀的捲起來去幫你要做事。 -不是站在那邊說話, -你這個不能這麼做, -你要怎麼做, -你不要去指導, -你這個月不是下指導期, -這個月是直接做給人家看。 -那你會就會, -不會就不要去多說話。 -因為這個月其實很多的時候, -都要保持低調, -因為我們講到生日前一個月, -也保持低調是好的。 -所以你盡量保持低調。 -那如果真的可以幫到別人的忙, -盡心盡力去幫別人的忙。 -不要去在乎你要得到什麼成績。 -幫助人家得到好的表現, -就是你的價值被肯定的時候。 -這也是今年年度運輸的時候, -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 -你如何讓自己被人家肯定的價值。 -那所以這個月, -可以幫別人趕快幫別人。 -那是捲起袖子幫忙喔。 -絕對不是站著說話不要疼那種好不好。 -那在情感的部分。 -情感還不錯。 -情感出現一些變數。 -那這個變數是好的。 -人際關係上面可能如果說情感, -萬一一直沒有著落的話。 -因為事實上是很怕孤單的。 -他很難獨處。 -所以他想要找到對象。 -那可是這個月, -人際關係的互動還不錯。 -那透過人際關係的互動可以, -找到還蠻多的對象, -也許有機會可以發展。 -所以同樣的, -這樣子也有一些同好會。 -比如說大家有些聚會想一起去參加什麼的, -都可以去進行的。 -因為其實政府已經不在限制聚會了嘛。 -對不對。 -其實還不錯的。 -好。 -再來我們來看看的是處女座。 -處女座在這一個月呢, -工作上難免會有一些突如其來的一些狀況。 -可是這狀況呢, -整體來說啊, -你不要把它想成說, -怎麼那麼糟糕那麼煩。 -你把它想成是一個新的經驗累積。 -而且很多時候這些狀況, -搞不好你要跟你的同事一起互相的把它完成。 -那藉由跟同事之間的互動的時候, -你可以發現, -原來同事是這麼解決的。 -你學到一個新的方法。 -這是很重要的以外。 -還有一個, -別忘記, -任何事情發生, -要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會想一想。 -如果你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的話, -你會埋怨這個事情。 -可是站在對方的角度一想, -他發現, -這個處境可能對我而言, -我也會發生啊。 -沒關係, -體諒一下這種情況的時候, -你會發現, -因為在辦公室之間的氛圍, -工作氛圍會比較好。 -人際關係會變得好一點。 -好, -那再來的話, -我們就看一下在情感。 -感情上來看的話呢, -對於處女座朋友來說, -這一個時間, -比較需要去照顧到對方的心情。 -尤其是你的情緒要稍微壓力一下。 -不要看到什麼不對勁的事情, -不開心的事情, -就直接要說出來了。 -要爭, -要爭風相對的。 -因為事實上, 處女座是很容易爭風相對的。 -那有時候講話講得太尖銳, -對於另外一半個也很直接啊。 -因為他覺得說, -我們就是在一起的人。 -所以, -很多時候在表達的時候, -不太會委婉。 -不太會委婉, -表現什麼? -不太會。 -可是這個月稍微委婉一點, -這個月把那個你第一時間情緒呢, -放到後面一點。 -不要那麼快表現出來。 -不要破壞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之外。 -那同時要注意到, -有些時候有些立場, -因為即使是情感關係啊, -有些事情不見得是你能說的。 -那這個事情要把嘴巴閉上。 -因為有些時候村子座, -在面對很多事情的時候, -會覺得我就是有機會, -我就是要去做這個事情, -我就要說這句話。 -那可能會讓對方感到不開心。 -提醒一下這個事情。 -好,再來我們就看看天秤座。 -好,天秤座呢, -在這個月的狀況來說, -其實工作的表現要注意, -因為有很多的事情啊, -你得要認真的去思考, -你的立場到底對不對。 -你的立場不對啊, -因為天秤座好, -他也喜歡說話, -也喜歡表達一些意見跟想法。 -可是在表達的過程當中啊, -如果你沒有做過這個事情, -你去表達出來之後呢, -別人會認為你也跟視座一樣, -站著說話不腰疼嘛,對不對。 -那可是天秤座要注意到, -因為在這段時間, -你居然要保持你的公平態度。 -你覺得我可以做你的評論, -我可以講一些什麼事情。 -這段時間要注意到, -別人也會同樣的來評判你的狀態。 -而且呢, -這一個月跟你的上司的互動關係 -是要特別小心。 -不過上旬還不錯, -上旬有很多的貴人, -會提供一些協助。 -所以在工作上的順心度還蠻高的。 -但是到中下旬之後就要注意到, -要稍微注意到老闆的一些動態。 -然後甚至有很多事情要記住, -跟老闆多報告一下, -跟老闆多互動一下。 -在老闆面前不要吸血笑臉, -很重要。 -情感的部分。 -情感挺好。 -情感的狀況來說, -這段時間其實可以稍微去規劃一下旅行。 -蠻好的。 -其實是啦。 -大家應該這個時間都在規劃旅行。 -尤其是這個時候規劃旅行, -那開心度會很高。 -但是規劃旅行是規劃的意思, -並不是說要開始執行。 -所以不要在這個時候鬥嘴。 -生氣也沒有必要。 -多聽聽對方的聲音是必要的。 -多聽聽對方的聲音。 -好。 -那所以我們現在是講了巨蟹、獅子、處女跟天秤。 -今天我們速度比較快。 -是啊。 -對。 -所以我們待會還有八個星座。 -天蠍、射手、摩羯、水瓶、雙魚、白羊、金牛跟雙子。 -那我們等一下回來的話繼續講。 -可是我覺得你今天講的速度比較快。 -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接招一下。 -我後面可能要。 -接招一下。 -我可能後面又要臨時要丟一個什麼東西。 -好。沒問題。 -問你講一下。 -好。 -好。 -那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。 -待會回來呢。 -我們再繼續講下。 -下面的這幾個星座。 -那當然。 -今天如果時間比較多的話呢。 -欸。 -朋友們如果有些問題。 -想想看。 -搞不好我們有機會回答。 -我們有機會回答問題。 -今天節奏還蠻好的。 -對。 -YouTube上面的朋友喔。 -也可以看一下。 -假設你有什麼問題的話。 -你可以丟上來。 -因為我們待會說不定有時間。 -可以幫大家回答一些問題。 -好。休息一下。 -待會回來喔。 -今天我們在現場請到的是新鮮王子。 -是。好。 -跟大家聊一下七月份的星座運勢。 -呃。 -剛剛講到了去蟹、獅子、處女跟天秤。 -那接下來我們要繼續講天蠍座了。 -今天速度蠻快的。 -蠻順暢的。 -我們來講天蠍座。 -天蠍座這個月來說呢。 -外在狀況來看。 -提供非常正面的狀態。 -很好。 -挺好的。 -挺不錯。 -但是要提醒。 -工作上來看。 -上旬的工作狀況 -還出現。 -那這個被干擾的狀況出現。 -就變成說你要小心。 -不要一意孤行。 -因為天蠍座朋友有很多自己的認知。 -那很固執在自己的角度上。 -有的時候有可能會一意孤行。 -一意孤行就有可能使你犯一下 -你之前會犯的錯。 -嗯。 -所以回頭檢查一下。 -如果這個錯之前就犯過了。 -你幹嘛合不合計? -在這個時候繼續犯這個錯。 -好。 -所以上旬的時候要特別注意。 -嗯。 -但中下旬之後。 -工作狀況就很好了。 -一些之前很難解決的問題。 -在這個時候趕快去解決掉。 -還有一個。 -不要忘記跟同事尋求協助。 -因為這個時候是有貴人可以協助的時候。 -那你不去主動的去邀請貴人幫你的忙。 -那貴人不知道你需要幫忙。 -因為很多時候天蠍座人不太想要去別人動他的事情。 -不想要別人幫他的忙。 -他很怕欠別人人情。 -那但是我覺得這一個月天蠍座朋友呢。 -如果有些事情真的需要別人幫忙。 -開口。 -開口。 -我覺得反而你會得到很多人的協助。 -不要說貴人貴人在哪裡。 -那你不去找貴人貴人不會出現啊。 -有時候我們是這樣。 -我們需要貴人。 -可是我們都不去找貴人。 -那怎麼辦呢。 -所以天蠍座朋友這一個月其實是有貴人的。 -那既然是有貴人。 -就我剛剛講的一些不好的事情。 -不好做的事情。 -這個時候趕快做一做。 -趕快就很多事情就順利解決了。 -一任而解。 -好。 -那在情感的部分。 -情感你就注意。 -因為這段時間情感的那個。 -內在的糾纏比較多。 -自己內心想的東西比較多。 -所以疑心病稍微多一點。 -那疑心病多的時候呢。 -就會反而破壞。 -破壞掉這個七月份我們認為熱觀的表現。 -那所以有很多時候啊。 -你很多狀況放在看在眼裡啊。 -放在心裡。 -不一定要表現出那個疑神疑鬼的樣子之外。 -第二個這段時間其實很在乎跟對方之間的互動。 -那既然在乎啊。 -你就表現出來。 -聽說有些時候愛表現不表現。 -愛表現不表現。 -你了解吧。 -你應該比我們了解非常多。 -但是。 -所以就是說。 -你對於另外一半有什麼深深厚的情感。 -你就表現出來。 -有時候就是。 -揉揉抱抱一下。 -對不對。 -然後呢。 -其實就沒有深厚情感咩。 -打琴嘛。 -這樣一下幹嘛這樣。 -他們都把深藏那個熱情。 -深藏在內心。 -放在內心。 -這個月可以稍微釋放出來。 -讓對方知道。 -你想要戰友對方。 -就表現出來就好了嘛。 -不要害羞。 -這個月情感關係要釋放出來。 -好,天蠍座。 -這個月請熱情如火。 -對對對。 -就一年的火就在這一個月燒一下。 -好。 -好。 -射手座。 -射手座的朋友呢。 -這一個月要提醒你。 -特別謹慎小心。 -因為工作上的狀況層出不窮。 -那層出不窮的原因很簡單。 -其實都是因為你過度自信造成的。 -我雖然講熱觀。 -可是不能要你過度熱觀。 -那我雖然說這段時間可以熱觀。 -但你不要過度自信。 -射手座就很容易是過度自信的人。 -那一旦過度自信就會造成很多事情。 -你不覺得他會出事。 -所有不覺得會出的事情。 -在這個月都會出事。 -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 -在其他月不會嗎? -其他月只有射手座啊。 -特別容易。 -因為射手座的個性本來就這樣子。 -其他月份也會啦。 -那這個月更明顯。 -那這樣你幹嘛你何必唱歌? -不是欸。 -因為我覺得你常在提醒射手座這件事。 -因為啊,射手座。 -我常常在講這件事情是這樣。 -因為射手座人是, -這個年齡大了是很不開心的。 -因為他所有的熱觀在年輕就用光了。 -你再講一次。 -你說射手座的。 -射手座年齡大了之後呢。 -對,這邊有一個射手座, -他已經穿起來他的外套。 -還把他的那個連帽子都戴起來。 -不想讓大家看到他的臉。 -射手座人因為年輕的時候熱觀, -還有運氣用得很快。 -真的啊。 -年齡大的時候呢, -其實就會很容易悲傷。 -真的假的。 -對,容易悲傷。 -我等一下給你秀秀喔。 -你最近有很悲傷嗎? -他還沒到那個年歲啦。 -哦,你說年齡大是那麼大。 -年齡大。 -還要更大一點。 -我們兩個同年, -我覺得我們年齡慢大了。 -還沒有,還沒有。 -所以要注意一下, -為什麼時時刻刻提醒射手座? -就是告訴你說, -有些時候要節制、運用、運氣。 -節制、運用、運氣。 -對,有些運氣很好沒有說, -但是不要時時時刻刻都用。 -你時刻刻都把一些好的運氣, -在小東西上就用光了, -就浪費了嘛。 -可惜了。 -所以我為什麼要這樣提醒, -因為是有這個月特別感應, -這個月就特別感應到運氣不夠。 -好,了解了。 -好,如果你平常都很小心節制的, -這個月運氣狀況還平順, -沒有問題,是還好的。 -好,那在情感的部分。 -情感關係的話呢, -這個時候的被動狀況要多一點, -就是要稍微聽聽對方的, -聽從對方的意見, -聽從對方的看法, -然後尊重對方的想法, -然後不要自己自以為是的, -覺得我現在所做的就是對方喜歡的, -不要這樣想。 -你要去想說, -我們要去約會, -你要去哪裡玩, -我們從你來看, -你來安排, -我們就出發吧。 -這種角度會比較好一點。 -同時呢, -因為這段時間情感關係狀況是被動的。 -當然, -因為這個月社會做的朋友會覺得很孤單, -因為很想要找人陪伴, -因為受傷感很強烈嘛。 -而且可能真的有感覺到運氣不夠用, -就會覺得很煩。 -對, -就特別想要找人陪伴, -那找人陪伴的時候, -有些時候, -因為社會者是個性很容易爐嘛。 -因為陪伴的時候呢, -就會不希望對方離開, -那分離焦慮的狀況就會產生。 -所以也可能會在這個時候造成對方對你很多的誤解。 -所以要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個性, -稍微增加一點彈性。 -但是剛剛有這個朋友提醒我們, -你知道我們上個禮拜四, -就是這個諮商師來, -然後聊, -結果聊聊天我們最後有接call in, -結果有一個媽媽call in進來, -她問說她要怎麼跟射手女兒相處, -我說你這個題目啊, -感覺應該是要, -好像不是在問諮商師的。 -我說應該是要等新王子來的時候, -再來call in, -但因為我們那天其實在講關係嘛, -就在講關係。 -好難喔! -然後那那個, -可能她覺得說這個女兒是青春期嘛, -然後就是, -她不知道怎麼跟這個射手座的女兒相處。 -然後我就說, -請你下次新王子來的時候, -打電話進來再問。 -這個題目就還蠻難回答。 -射手座好難喔! -你是說真的嗎? -你是說, -你可以理解這些爸媽嗎? -我可以完全理解, -因為射手座的人, -這個女生啊, -我跟你講其實, -基本上尤其是女生, -男生都還好, -真的喔! -男生都沒什麼問題, -女生很嚴重的就是, -自以為是。 -喔,等一下, -那個媽媽是巨蟹座。 -喔,媽的。 -欸,為什麼你記這麼清楚, -我們這個MCC啊, -媽呀,媽呀! -我真的好謝謝我的聽眾, -因為我真的不記得, -那個巨蟹座的媽媽, -跟射手座的女兒。 -射手座的媽媽是什麼事情都要管, -她覺得, -這樣就不可以, -幹嘛這麼做? -可是射手座的女生, -男生在青春期的時候, -就是在碰運氣, -她就是要碰運氣, -就她不知道自己會碰到壞人, -喔, -她就是會這樣去, -那相信外面所有人都是好的, -只有他們家人對她不好, -喔, -射手座的女生很年輕, -人在青春期都會這樣, -幾乎都會, -真的啊! -然後就會白臉色給媽媽看, -真的喔! -非常明顯, -真的喔! -會我們, -基本上我們不覺得她有救, -她也不好救, -說實話, -我會認為她需要經歷過社會的挫折, -讓她去經歷就好, -她不會怎樣, -她不會少壞肉, -就讓她去挫折就好, -讓她跌倒, -可是巨蟹座媽媽一定沒辦法, -我了解, -可是對我們來說, -我們看到就是讓她跌倒, -放手讓她跌倒啊, -她跌倒就回來了, -就乖了, -但乖一陣子啊, -又回去了, -又會出去, -社會座很難, -社會座女生有個狀況很明顯就是, -當她前男友找她, -她現在有男友喔, -當她前男友來找她, -跟她說, -我很難過, -我失戀了, -你出來陪我, -欸, -她就去陪她前男友耶, -那請問這個, -對這個, -這個現在男友, -她的立場怎麼辦? -等一下等一下, -你為什麼特別只講, -射手座女生, -難道是有說男生不會嗎? -男生會按捺所有的女生, -哈哈哈, -哈哈哈, -狀況不一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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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對面有一個人, -竟然有一種, -勝利的姿勢起來, -跟大家揮手這樣, -哦, -社會座女生就是, -她會認為說, -我又不會跟她怎麼樣, -沒錯, -你, -你說你不會跟她怎麼樣, -可是事實上, -你不知道人家會不會對你怎麼樣, -社會座的人很樂觀, -尤其是女生, -絕對不會啊, -她怎麼會對我怎麼樣, -她是我前男友, -我喜歡, -現在是跟你在一起, -我怎麼會跟她在一起, -因為, -社會座是單細胞動物嗎, -聽你這樣講, -感覺他們思考邏輯, -其實是非常單純的, -非常單純, -她就跟你把建設, -所以也是, -單純也善良啦, -但是確實在這個, -青春期的時候, -如果剛這樣講, -又是巨蟹媽媽的話, -真的會非常的擔憂女兒, -可是也非常容易起衝突, -對不對, -可是我覺得, -你過度關心, -對她買的時候, -她要注意, -因為她不感覺到你的關係, -對她是有幫助的, -好, -所以不曉得, -不曉得我們上次打電話進來, -問Chloe老師巨蟹媽媽, -怎麼跟射手女兒相處的, -這位媽媽, -你有沒有聽到, -因為, -今天就是特別來幫你解答一下, -那有一個人說, -我射手女媽媽辛苦了, -是吧, -你了解有什麼意思嗎, -好, -所以, -對啦, -所以這個射手座, -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射手座, -我們就特別的來, -針對上次的這個問題回答一下, -說不定有很多, -這個家裡面有射手座女兒的這個家長們, -也可以了解一下, -王子就告訴你, -反正你就讓她去衝吧, -你就讓她去撞吧, -你已經辛苦了, -你給看射手座的女生的那個臉色, -你已經辛苦了, -真的要看她的臉色, -但是, -你就讓她出去外面, -你也不要管她, -反正她也不會怎麼樣, -所以, -真的不會怎麼樣, -他們還是有運氣啦, -有運氣, -因為運氣很好, -射手座的人年輕的時候運氣都很好, -不過射手座很妙, 射手座就是那種, -有一個值很低, -可是她要讓她把它弄倒不容易, -就是, -譬如說喝一些特殊飲料, -好, -然後那個喝下去的時候呢, -他們就好像就已經不行了, -溫了, -可是呢, -到倒下來, -所有人都倒他也沒倒, -哇, -這是什麼比喻啊, -他們有一個很奇怪的一個能力, -就是看, -人不自明, -反正就是她的, -她自己會迷倒自己, -她撐在那裡的, -她撐在那裡的能力很強就對了, -她撐住, -好, -所以不一定會出什麼事啦, -有人說你太準了, -好, -那我們接下來就來進入到摩羯座, -是摩羯座, -我們剛剛說這個時間, -時間那個可能太長, -就現在看起來時間還不太夠, -對對對, -來摩羯座, -摩羯座這一個月呢, -在工作上來說啊, -放輕鬆一點, -你不要太用心, -但是上半個月很, -上半個月很多工作上的問題, -一些細節上還是要掌控好, -中心座好了, -差不多了, -都已經交出去了, -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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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你看不到一些事情的角度的變化, -因為這個月本來就有些角度變化是你想像不到的, -嗯, -所以呢, -你就要記住從不同的角度重新檢查一下, -哎呦, -這個對不對, -那個對不對, -你不要一直繃得太緊, -繃得太緊, -你沒辦法看清楚前面的路徑, -嗯, -所以這個月稍微放鬆一點, -重新調整一下步調, -嗯, -不是好的, -OK, -好, -那在情感的部分, -情感來說啊, -呃, -這個, -這個月情感關係是辛苦的, -但是什麼叫辛苦呢, -是說你要執行浪漫, -呃, -摩羽座執行浪漫能力很強, -我必須講, -你大家都覺得摩羽座不浪漫, -事實上摩羽座在執行浪漫能力很好, -那如果, -你就把浪漫執行出去, -比如說, -該表現出的, -這個, -這個浪漫行為, -你要做到, -做到位, -那我覺得就OK了, -這個月, -這個狀況就這樣, -不過稍微注意到你要小心一點, -因為文藝座這個月, -很多一些小細故, -跟對方爭執, -那都是這一小細故都是誤會, -所以要記住, -如果怕對方誤會, -你就要坐下來解釋清楚, -不要不解釋, -很多文藝座會不解釋, -不解釋就很麻煩, -因為你不解釋的人, -你知道你沒有錯, -可是別人會認為你犯錯了, -所以要解釋清楚, -不要就是覺得無所謂啦, -算了啦, -那再來就是看看水瓶座, -水瓶座朋友呢, -這一個月來說, -其實非常忙碌, -上半個月工作表現還不錯, -然後到下半個月工作上, -忙碌度很高, -那既然是忙碌, -就要注意一件事情是說, -所有事情你必須要勢必公清, -你自己要去做, -自己去完成, -你不要靠別人, -你靠別人沒有用, -你靠其他同事也沒有用, -你必須靠自己去執行過, -你會做的, -你可以執行的事情, -你再去檢討別人, -或者再說別人都可以, -你不要自己不會做, -然後還說別人不會做, -那就比較麻煩, -所以記住這個月很多事情, -你要先做過, -做過才會告訴別人說, -誒這事情我知道怎麼做, -所以這樣做你可以完成, -所以要親自去執行之外, -不要忘記喔, -那個水瓶座有一種, -很有趣的自信, -他會覺得說, -這個人在我的評估內, -不會出什麼狀況, -直覺都很準, -都沒太大問題, -可是這個月呢, -很容易一個小東西啊, -就推翻了這個狀況, -所以要回頭再仔細檢查一下, -是必要的, -當你要很臭屁跟別人講說, -我有多厲害的時候, -回頭看一下, -不要讓自己犯錯, -很重要, -好,這個是一個提醒, -對, -那再來看一下在情感的部分, -情感挺好的, -這段時間更好正桃花, -勇敢的浪漫的展現自己, -然後呢追求對象, -要好好認真去追求, -穿著打扮一定要時尚, -夠好看, -不要故意穿的很奇怪, -就可以了, -不要故意穿的很奇怪, -整個都很沒故意很, -就很奇怪啊, -就沒辦法啊, -就是故意的嘛, -但是其實補漫, -因為這個月其實非常適合在人際關係上的互動, -而且你只要很大方, -大氣的表現自己喔, -其實情感關係上面, -人際關係上面都是蠻順利的, -都不錯, -欸剛剛怎麼有人說, -他說怎麼覺得射手跟牡羊有點像, -就白羊座, -是對啊, -是白羊, -他們都是火象, -可是不太一樣, -不太一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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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然後又有人說射手有很多花心男, -其實好像, -也不完全啊, -不完全啊, -他們只是想表現出自己好像很厲害的樣子, -對, -其實搞不好沒有那麼厲害, -不是, -我連是說, -他們就是看起來好像, -你有講過嗎, -他們要表現出自己很四海的樣子, -對, -然後你說射手跟雙子個性好像蠻像的, -某種程度他們, -因為雙子要記住他是兩個個性, -相反兩個個性極端, -所以雙子座有一半的個性, -可能會像射手座, -對, -他兩個個性行為, -那另外一半像什麼? -他自己, -但是他會隱藏他自己, -那他為什麼那一半是像射手? -因為極端的, -因為雙子座是兩個不同人的, -不同靈魂, -極端的靈魂放在腦子裡面, -所以他會有兩個極端想法, -你會不明白, -雙子座, -不會, -所以雙子座就是神經病很多啊, -會變成, -就是, -他會讓別人變神經病, -他不一定變神經病, -喔,這樣我們會把別人搞瘋嗎? -對對對, -好, -因為剛剛前面講到射手, -然後就好多人都在, -把他們對射手的, -有人說射手個性直爽, -跟金牛和雙子一樣, -有嗎?金牛有嗎? -金牛有嗎? -沒有啦,金牛沒有, -金牛有人不直爽, -從來沒有人講金牛直爽欸, -我覺得你是不是誤會了什麼, -他有可能是這樣, -金牛沒有直爽這件事情, -我跟你講, -射手座的朋友, -我一個朋友射手座, -射手座的朋友風流倜傍, -那我一個處女座的朋友在旁邊, -一直觀察他, -喔,真的太厲害了, -什麼女生都追得到, -太厲害了, -有一天突然間跟他講說, -欸,我需要買點藍色小丸子, -然後我們就覺得說, -哇, -這個戰神垮了, -射手座有一定會老好嗎? -都會老的, -都會老, -欸,我身邊倒是聽到蠻多, -牡羊座的男生似乎都是這個樣子, -牡羊座的男生, -牡羊座的男生是這個樣子, -好, 那, -還有人問說, -上身在天蠍, -是, -可是, -行為看起來, -外表行為看起來不像射手, 但是射手座, 可能是我現在, 我才是家長, -也要特別注意這些孩子的狀況, -還好, -上身在天蠍還好, -因為上身在天蠍很害怕自己犯錯, -對對對, -然後這點上面來看, 就會減少很多, -所以, -他不像射手有一個原因, -因為上身在射手, -在天蠍的話, 射手可能進到第二宮, 第二宮會穩定很多, -好, -那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講, 雙魚、白羊、金牛跟雙子, -今天我們來聊的是, -7月份的12星座運勢, -我們剛剛自從解答了, -上個禮拜四的那個, -巨蟹媽跟射手女該如何相處的, -這個解答之後, -現在有我看到一大堆, -什麼摩羯媽, -如何跟水瓶女相處, -天蠍媽如何跟白羊女相處, -好, -我們繼續來雙魚座, -雙魚座在這一個月, -其實狀況是還不錯的, -工作上當然你必須要先把自己準備, -該預備好的本分做完, -但是一旦你本分做完, -你該去執行的工作, -自然就來了, -而且很多事剛好你能去做的事情, -你剛好把這個事情完美的去呈現出來, -千萬記住, -因為這段時間要當仁不讓, -你是最會做的事情趕快去做完, -不要去拖到後面讓別人去接受, -很可惜, -那因為這一個月的工作表現其實很好, -挺完美的,挺正面的, -那盡量讓自己表現一個陽光, -然後有什麼話, -必須要表達的時候, -你就趕快說出來, -讓大家知道你的想法是什麼, -支持雙魚座今, -這個月工作的呈現上來看, -非常正面, -而且會值得被人家注意到, -你有這個才華, -你有這個能力啊, -多把自己的能力展現出來, -是必要的, -情感的部分, 情感就需要小心一些, -因為這一個月情感當中的不安全感非常多, -雙魚座不安全感比較多的時候, -就會出現非常多的分離焦慮的, -分離焦慮的那種情形, -就是一直狂摳對方, -狂傳簡訊, -然後就會想對方去哪裡, -對方去哪裡, -就會想很多, -然後就是要問東問西, -那這個, -所以這個月雙魚座在情感關係上面呢, -會有一點比較不灑脫, -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這個情形是, -你的不安全感啊, -那如果你擔心, -那你就趕快跟對方, -手先手去約會嘛, -去逛街嘛, -你這樣比較好嘛, -去逛大賣場走走路, -讓你敢遇到溫馨的家庭生活, -也是不錯的, -那如果是已經有婚姻關係的, -那當然就好好的, -跟家庭一塊去聚會啊, -讓在家裡多進行一些, -人際關係的互動都是好的, -嗯, -不然我就建議雙魚座的這個朋友, -這個月好好的來讀一下莊子, -正式時候讀莊子, -因為沒有我們昨天在講, -蔡碧銘老師喔, -蔡碧銘老師的那個, -正式時候讀莊子, -現在很多年輕人在看嘛, -對, -他說其實喔, -什麼人最看得下莊子, -就是情感受挫的人, -欸,其實莊子啊, -很重要是因為, -莊子對我們詹心學很重要, -因為他, -哇塞,你什麼都能講, -沒有沒有沒有, -你有沒有, -你真的假的, -因為, -光是莊舟夢蝶這件事情啊, -我們就可以知道說, -到底是蝴蝶看我們, 還是我們看蝴蝶嗎, -那同樣的, -在公圍影響也是一樣, -是我們造成這個公圍影響, -還是這個環境影響我們變成這個世界, -這就是一種思維, -所以我們要去創造這個世界, -還是被這個世界影響, -你就要有自己的主觀嘛, -我覺得學這個是重要的, -學老莊反而不是不為, -反而是透過不為, -找到自己要去做什麼, -欸, -你講的跟昨天蔡碧銘老師講的是一樣的, -從小讀老莊嘛, -真的假的, -哇塞, -我起雞皮疙瘩了, -欸,是真的嗎, -你從小讀老莊, -可是很少人小的時候讀老莊, -因為我們就在講說為什麼, -昨天我們在講說為什麼大家都, -就是我們都在讀孔夢, -沒有啊,讀老莊, -他說其實是有道理, -因為孔夢其實是比較控制性的, -他就告訴你, -你應該怎麼做, -你應該怎麼做, -可是沒有喔, -可是老莊不是, -他說統治者都喜歡, -大家是讀孔夢, -哎呀, -哎呀, -王子以後來聊一下這個啦, -王子真的什麼都能聊, -博學多文, -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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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-啊,我有, -王子我驕傲, -真的, -欸,我覺得是, -他你剛講那個, -我開始有點理解, -但我們昨天他就在講, -他說有一些, -就是說當你, -當你在感情受挫的時候, -其實讀孔子是最能夠, -是, -讓你覺得, -最讀的下去也最能夠, -很快的可以豁然開朗的, -而且可以客觀, -可以客觀, -對, -真的很棒齁, -是, -童文你說的沒錯, -王子你到底有沒有, -夠了, -怎麼什麼都懂, -沒有沒有沒有, -好, -雙魚座講完, -我們來白羊座囉, -白羊座來說的話呢, -這個月狀況啊, -工作的事情呢, -有些事情還沒有完結, -趕快把它迅速完成, -但是完成之後呢, -新的工作啊, -要先準備好, -沒有準備好的事情, -不要漠然行動, -不愧事情呢, -不要太過於積極參與, -搞清楚狀況之後呢, -再去行動, -你不會浪費力量, -而且會讓你的成績的成就感, -增加, -好, -所以這個月呢, -千萬計數不要照鏡, -就是慢慢的去準備好之後呢, -再去行動就可以了, -嗯, -工作上, -不,蠻好的啊, -情感哦, -情感更好了, -就是這個月, -完全是實踐旅行的好時候, -嗯, -實踐旅行啊, -就是去進行旅行的活動, -到隔壁城鎮旅行, -你看花蓮很近啊, -對不對, -去旅行一下, -台灣其實很棒, -哪裡都很近, -去旅行一下, -去走動走動, -去夜市走走啊, -去觀光街什麼的, -透過這個機會啊, -聊聊天, -嗯, -有些時候我們, -呃, -聊天的環境喔, -因為聊天的狀況, -因為環境的不同, -而有所改變嘛, -那我們在不同的環境上, -聊的東西會變不一樣, -有些時候可能會聊到一些, -小的時候發生的事情啊, -聊到一些不同的狀況啊, -所以你要懂得去, -轉換環境去聊天, -然後呢, -可以了解更多對方的看法, -嗯, -嗯, -好, -那我們再來看看金牛座囉, -好,金牛座這個月工作來說啊, -工作表現很好, -成績, -好, -飛籃, -那主要是因為你一直持續去完成, -你要完成的工作嘛, -所以這個月你繼續把這個工作, -按部就班去完成, -不會有太大的問題, -但是要記住, -因為這個月呢, -到了中下旬之後, -有很多外在的訊息, -外在的聲音啊, -會提供你不同的觀點跟看法, -所以你是坐電梯, -聽到別人聊天, -講話, -聽一下, -不要當作沒事, -自己滑手機啊什麼, -就忽略了, -有的時候吃飯也是一樣, -看到新聞, -喔,新聞講完這個事情, -喔, -欸,跟我工作有關係耶, -很多的提醒會來自於外在環境上面的, -這些不同的聲音, -提醒一下, -那可以幫助你得到不同的訊息裡面, -然後也可以懂得在工作上轉玩一下, -突然間開會老闆問你一個什麼問題, -欸, -你剛聽到電梯裡面, -電梯裡面的人講了什麼, -你就把它運用出來, -老闆很想, -哎呦, -你的應變能力變強啊, -挺好的, -這個月工作上應變能力要增強, -嗯, -OK,好, -再來情感的部分喔, -情感關係的互動很穩定, -你知道金牛座喜歡情感關係, -不要愛動, -就是穩定就好, -那這個月很穩定啊, -幸福感非常強, -幸福感很強那很重要, -吃東西吃美好的食物, -對不對, -路上看到可愛小東西送對方, -那就是增強感情之間, -幸福融合的一個重要時刻, -所以這個月工作, -那個感情表現是非常棒的, -嗯, -不要忘記喔, -看到小禮物要記得, -花錢去送對方小禮物, -你要特別提, -你要特別強調花錢兩個字嗎, -有些時候金牛座會覺得老夫老妻了, -何必呢, -沒有, -我認為這個時候經營浪漫的感覺非常重要, -好, -再來我們就來看看, -今天最後一個講的是雙子座, -雙子座, -雙子座呢, -這一個月喔, -其實一開頭就碰頭好, -工作不錯, -工作的順心度, -然後工作的感應度, -工作的表現都很正面, -然後呢, -所以穩定的去發展, -按部就班去進行就可以了, -因為今年年度運勢對雙子座來說, -是不能稀皮笑賴的, -要認真, -你都很認真, -你看一下好認真, -我一直都很認真, -非常好, -所以你之所以不像那麼多雙子座的感覺, -有些雙子座在職場上面, -就是有理有氣的, -你沒有, -因為你這很認真, -我覺得你這蠻必要的, -所以, -所以千萬記住這個月, -也要讓自己認真起來, -不要太滑頭, -不要太有理有氣的, -老闆會看到一句說, -你這個人不撐頭, -那如果你百姓都很認真, -每一個事情都按部就班完成, -一件事情, -一件事情完成之後, -再完成下一個事情, -這個月記住一定要按部就班完成, -你按部就班完成, -同時還跟老闆報告, -老闆這個狀況到這裡進行了, -長官有什麼指示, -我們怎麼去整理一下, -你就提醒, -長官去問的時候, -老闆就說, -哇,你脫了已經認真起來了, -本來想把你換掉了, -結果你不用換掉了, -你就留著了, -認真很重要, -這是一個危機處理嗎, -很重要, -真的很重要, -經驗度本來就是跟你的上司, -跟你的職場保持最正面的關係嘛, -所以你必須要把你的工作位置放到, -讓人家認為, -你就是適合這個位置的, -你做得好好的, -人家不會把你換掉, -這很重要, -因為是別人看到你的價值, -不是你自己設定的價值, -這很重要啊, -再講一次, -是別人看到你的價值, -不是你自己設定的價值, -在雙子座來說, -今年是這樣的, -你常常講到價值, -追求自我價值, -這個是在天蠍座上, -很多時候, -你說這個月嗎? -沒有, -比如說我記得你常常講到, -就是天蠍座的人一直在尋求, -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價值, -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價值, -所以這兩個的說法, -不太一樣, -不太一樣嗎? -因為今年度對於雙子座來說, -是別人看到的是, -你在這個職場上的位置, -那個位置的價值在什麼地方? -所以你的意思是說, -今年對雙子座來說, -你的價值不是你自己定義的, -不是我覺得我很棒啊, -我覺得我很認知, -我做得很好啦, -是要別人覺得你怎麼樣, -別人看到你是不是符合這個位置的價值? -了解, -職場上來看的話, -職場上來看, -那我覺得就是要很認真啦, -是, -你這個, -這經年度就是認真, -那這個月更是要認真, -按部就班很重要, -不要跳, -因為雙子座太容易跳過去, -有人說, -雙子有理有氣, -好真實, -幹嘛攻擊我們? -沒有沒有, -我是說很多真的雙子座, -職場上的一些人, -然後雙子是業務星座, -是是是, -適合做業務, -對沒錯, -好, -所以雙子座這個提醒蠻好的, -就是跟你的老闆之間的這個, -關係要特別注意, -然後你要做得很認真, -表現給他看, -感情很好, -感情很棒, -因為這個月感情是有主導關係, -那你可以主動進行, -喜歡的就要追, -但是追要注意喔, -因為我們強調過, -今年對於雙子座來說呢, -本來就要認真嘛, -那既然是認真, -你要追求要認真追求, -不要, -又要表現, -喜歡對方, -想要去追對方, -又表現出, -看起來好像不在乎對方的樣子, -這一招在這個月不要這樣用, -這一招不要來若即若離, -這招不要這樣用, -因為這個月就是熱情的表現, -就是積極追求, -因為你再不追求就被要追走了, -對要小心一點, -你要這樣想, -你就可以認真去追求, -那情感關係如果已經有了, -現在的情感關係, -那也要熱情去表現嘛, -那會更積極去營造情感的氣氛, -雙子座很會營造氣氛, -所以這個月可以更加熱情的, -積極營造情感氣氛, -會是好的, -我一定不是雙子座, -我怎麼常常覺得很多都跟我不像呢, -不會啊, -你很認真跟人家的孩子經營啊, -譬如說跟美寶認真經營, -也沒有啊, -我就是一個很務實的人啊, -欸我真的很務實欸, -我到底是哪顆星出了問題, -有有有有有, -你有一些很認真的心血狀, -我到底是哪些出了問題, -我為什麼那麼務實, -我為什麼看起來這麼不像雙子座, -欸我從以前到, -不過有人說看起來好像是我在, -比如說我在工作家, -嘻嘻哈哈, -對嘻嘻哈哈, -然後那個朋友們一起相處的時候, -就是喔很熱鬧啊這樣子, -對狀況不同, -可是其他的時候, -我在工作上都從來沒有人覺得, -我像雙子座, -從來沒有人覺得我像雙子座, -從來沒有人覺得我像雙子座, -有啦, -你的講話速度, -然後語言的能力, -這個雙子座, -喔可能反應快啦, -對反應快, -但是可能做事的方式, -才言觀色, -對很厲害, -做事方式, -然後我就是永遠沒有辦法那個不認真, -是, -像你看你剛剛講說, -雙子座這個又要很認真, -我都覺得我再認真我就要死了, -我不能再認真了, -沒有你很認真, -我要放鬆一點, -好, 那同樣上身, -上身了, 不是, -喔我知道你的意思, -你一定要講的就是說, -要走上身了嗎? -什麼上身那個, -可是以前其實那個, -嗯, -王子有講過就是說, -什麼幾歲以後走上身, -這個說法其實是不完全是這樣, -不完全是這樣, -就是說, -上身的時候有一點像說, -我對自己很有自信, -對, -平常可以白身出來, -不用在乎大家批評我和傷害我, -無所謂, -所以你是永往直前行的, -嗯, -永往直前, -沒有, -就跟認真沒有關係的, -我永往直前是認真啊, -是不是, -不用特別認真, -就是我一直願意去嘗試一些, -新的開闊, -好, -今天很開心喔, -十二星座就這樣熱熱鬧鬧的, -吵吵鬧鬧的講完了, -而且中間還講到了這個, -親子對話, -今天有很多人還在問啊, -怎麼弄這個親子啊, -什麼的, -其實啊, -我還是建議大家喔, -去找一下, -我們YouTube上面, -我跟王子, -我們曾經做過一系列的, -就是什麼星座的小孩, -星座小孩的部分喔, -我覺得那個更準, -因為我們那時候說星座小孩, -是要看他的月亮星座, -看月亮, -因為月亮其實代表他自己的期望跟, -對, -你又值得成長嘛, -還蠻重要的, -對, -因為太陽他是一個外在, -就是外在人怎麼看他, -但是, -但是月亮其實, -看這個親子, -更接近家庭關係, -親子關係是更準, -所以喔, -如果說你對於這個親子, -的這個問題, -比如說什麼星座的小孩, -到底要怎麼搞定他喔, -很準, -你們去搜尋我們YouTube上面, -之前我跟王子有講到星座小孩, -但我忘記他的那個, -標題到底是寫什麼, -就是反正就是, -小孩的星座啦, -之類的, -你去搜尋一下, -應該我們有做三到四集, -大家可以去聽聽看, -好不好, -暑假到了, -趕快搞定你的親子關係, -祝福大家, -因為你要很多時間跟他在一起, -是是是, -是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